上周我的DOD床垃圾终于到货了 历时一个败子 我们今天正好来实践一下 开一个箱 看看这个据说跟家里床一样舒服的 DOD床垃圾到底怎么样 走 DOD床垃圾 来吧 开箱开箱 它这个外边是有一个这样大的袋子 可以背在后面 可以拎袋子先把它取下了 这个呢 是一个小床杖 好 这个是那个垫子的柱体 准致的尺寸是长一米九宽 115米 大概是一个单身床的一个水平 这是那个自冲气阀门 把它打开拼开 哦 它栽的空气 听到这个声音 对 其实我应该先这样 而且把这个两边的扣子给它打开 把它自冲气结束之后呢 我们再把阀门关上 再给它套一个这个床罩 我自己觉得这个床罩非常的实用 是因为凉带脏 然后我跟你说你看 它这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 原来我冲你阀门嘛 它下面这一块的这个床罩吧 挺好 可以把这个冲气阀门穿过来 嗯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日本设计真的非常的贴心 嗯 你看这个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床垫收起来了 嗯 这个床垫收起来的时候呢 先把这个气口气阀打开 大家看一下这个垫子 这一排有一台小的扣子 嗯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其实是 让你能更好的把这个垫子收纳好 而且呢 嗯 还不会跑 你就正常的开始 转动它 哇哦 你看它这个边上一起是非常整齐的 它不会错位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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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